为了推广爱护海洋环境 以及学生亲手服务爱护乡图的理念 由101福伦社 结合珍爱福伦社与瑞芳区公所举办进贪活动 邀请瑞芳区吉庆、瑞亭、九份、郭阿山四所国小 以及就近的基隆八斗国小 一同为荣新公园的海岸线清洁努力 总共近350位的师生与家长志工们响应 期许爱护家乡环境的心从小培养 并增加社会对环保的重视 东北角五校联合进贪活动 今天上午在八斗子火车站旁的荣新公园举行 瑞芳与基隆的师生们都热情响应 海岸变得非常热闹 101福伦社跟台北珍爱福伦社 一起举办的环境进贪活动 有我们瑞芳的吉庆国小 还有瑞亭国小 以及九份瓜山国小师生 并且邀请了基隆市的八斗国小师生 一起来参加这个有意义的活动 我们希望说这次的一个活动在整个大家的一个努力下 让我们的家乡让我们的海滩能够更清洁更美丽 也让我们的这个环境交易可以在我们的下一代继续发光发热 很高兴呢 101社邀请我们参加这个进贪的活动 那因为我们长期在八斗国小有做服务 那很这个海滩呢离八斗国小很近 理所当然呢我们应该要尽地主之宜呢 邀请八斗国小呢一起来参与 我们是基隆八斗国小 那我们今天带了一个班级过来参加这一次跨区域的一个进贪活动 那所有的小朋友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活动 那希望未来有机会的话 能够再继续有这样的服务学习的机会 除了沙滩 岸边的十奉间更是有许多垃圾 孩子们戴着手套剪食 勤奋且认真也收集相当多的成果 就是觉得垃圾很好 从进贪的活动中呢 他们可以发现到 他们看到的几乎都是塑胶垃圾 都是塑胶微粒 那他们也能够深刻的体验到 他们的生活习惯 究竟带给环境多大的压力 小朋友这一次都是第一次进贪 也让我们学习到很多 也会珍惜如何去 让自己的资源更加的运用 减少地球的破坏 让海洋的动物有一个好的生活环境 然后不要再让他们吃到塑胶垃圾 透过今天的淨滩活动 让小朋友从小了解地球的环境 只有一个需要大家一起来 保护我们地球这个美好的环境 瑞芳观光客多 也会带来许多垃圾 期许孩子们都能建立爱护家商环境的心 使环境永续 也让海岸线生态资源受到保护 记者稍后闻瑞芳采访报导